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我叫张桂香,今年42岁,在广州当住家保姆。 我做工的这家女主人45岁,男主人48岁,家里是开场做生意的。 女主人每个月给我工资5000,不少也不多,我一个人供儿子读书,需要花钱的地方多。 我,那天晚上,我忙碌了一天,洗完澡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 突然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,吓得我从床上赶紧坐起来,问谁呀? 男主人高风霸道的声音从门外传来,阿湘,开门,是我。 我瞄了眼手机,已经是深夜十二点,这大半夜的男主人找我干什么, 况且女主人带小女儿回娘家去了,也不在家。 可能没有听到我回应,外面的拍门声更加急了。 阿湘,快开门,我有事情找你。 男主人高风扯着嗓子大喊。 男主人高风这样大声喊叫,我再不回应,吵醒了左邻右舍,到时候说不清楚,就麻烦了。 我赶紧开灯,从衣柜里找来长袖长裤,穿得严严实实,检查一遍,没有问题,才去开门。 谁知门一打开,男主人高风便倒在了我的身上,浑身的酒气熏得人睁不开眼。 我本能反应,一下子就把男主人高风推倒在地上,转身准备去同乡小姐妹租的房子那里睡。 男主人从地上起来,坐在凳子上问道, 阿湘,听说你离婚十多年了,你离婚后过得幸福吗? 我不知道,男主人高风为什么突然大半夜地来问我这个问题,但是他一句话,却让我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痛喷发出来。 即使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仍然痛得无法呼吸,悔不当初。 我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山村,特别偏远贫穷,就是现在,有些地方都还没有通车。 家里穷,兄弟姐妹五个,我是家里的老二,小学没有读完,就回家帮父母种地,干家勿活了。 十五岁那一年,深圳打工的表姐回乡,说在一家很大的服装厂安拉链。 既见一条五毛钱,干得熟了,一个月能挣千把块。 父母听到很心动,于是让我跟着表姐去深圳,进服装厂打工,挣钱补贴家用。 到了深圳,我才知道,表姐口中所说的很大的服装厂,其实就是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作坊。 的确是安一条拉链五毛钱,不过那是老板对接的那家大的香港服装厂的价格。 我们这种未成年没有身份证,连官内都进不了,只能在这些官外小作坊打黑工。 老板是个湖北人,很精明,看着我们这些没有身份证进不了厂,把价格压得极低,安一条拉链两毛钱。 我刚去首生,一天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十点,也最多只能安五十条拉链。 一旦老板说质检不合格,被工厂退回来反工,一条拉链就扣五块。 刚开始的时候,错得多,干得累死累活,一个月也才一百多块,除去给老板交的伙食费,就剩一百块。 我把九十块寄回去,自己只留下十块钱。 可是即使这样,父母也并不满意,总是说我出来就忘了家,太自私了,一个月挣上千块,居然给家里一百块都不到。 无论我怎么跟父母解释,父母都不愿意相信,总觉得我是在骗他们。 好在那时候,我都是出钱用老板的座机打到村长家的座机,父母去接的。 父母骂我,也只能在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骂几句。 父母骂的次数多了,我渐渐就不怎么给家里打电话回去了。 刚开始,表姐和我一起住在小作坊老板搭的阁楼上,我去后不久表姐就谈恋爱了,跟男朋友搬出去住了。 我没有身份证,哪里都去不了,几乎每天24小时待在这间光线黑暗的,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。 也没有人可以倾诉,日子非常难熬。 就在我觉得再这样待下去,我会被憋死的时候,阿伟出现了。 阿伟是老板的同乡,一天午后,老板外出一趟带回了他。 老板让他给我们打招呼,他大方地挨个跟我们问好。 走到我面前的时候,还给我一颗水果糖。 可能就是这一点甜,让我对阿伟产生了好感。 阿伟那时候18岁,刚办好身份证,可以每周日下午休息的时候外出。 每次外出的时候,阿伟都会特意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带的,就这样我们渐渐地熟悉起来。 我们也居然向城里人谈起了恋爱,阿伟嘴巴特别甜,常常说的话,让我心花怒放。 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,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。 在我18岁生日那天,阿伟花了几个月的工钱买了戒指,跟我求婚,说要给我一生一世的幸福。 就这样在阿伟的郑重承诺中,我答应了他,然后我们搬出去住了。 情到深处,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 搬出去住的三个月后,我发现立嫁没有来,然后慌了神,跑到附近的私人诊所一看居然是怀孕了。 我和阿伟不知道如何是好,那时候我还未满二十岁,不能拿结婚证。 况且,我当时的工资基本都上交给了老家,阿伟的工资也就四百到五百,除去租房子和日常开销,我们俩根本养不起孩子。 于是,我只能忍痛放弃了。 由于害怕熟人知道,我们选择了一个小的私人诊所。 就是这个决定,造就了我婚姻失败,让我悔恨终生。 等我后来年满二十岁和阿伟回老家,拿了结婚证。 结婚后,公婆让我们留在家里。 跟他们一起喂鱼,于是我们就没有去广东打工了。 刚开始的时候,公婆对我说不上好,也说不上不好,相互之间算比较客气。 虽然远离广西老家,嫁到了湖北,日子也还算过得去。 可惜后来,结婚一年我还没有怀孕,公婆的脸色就渐渐不好看了。 开始还只是拉着阿伟小声议论,后来当面问我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不能生啊。 刚开始的时候,见我受委屈,阿伟还能耐心地跟公婆说,让他们别瞎说。 后来时间长了,阿伟也烦了。 每次我还没有张口说,她就跑走了。 婆婆每天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奇奇怪怪的秘方,给我吃,可是我的肚子就是没有动静。 村里的各种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。 一次婆婆又给我端来一个药,我喝下去感觉咬到一个硬物。 吐出来一看,居然是蟑螂一样的虫子,我吓得连忙扔掉了碗。 婆婆大怒说,她好心给我熬药,我还摔碗。 说我结婚三年连个孩子都怀不上,也不知道以前在深圳打工的时候是不是鬼混,搞坏了身体。 听到婆婆这么说,我气不打一处来,一把推开婆婆就往外跑。 只听见后面传来婆婆呼天抢天地喊,说我打她,老公着急跑过去问婆婆。 我在村口,等了半赏,阿伟终于来了。 结果却是问是不是我把婆婆推倒的。 听阿伟这样说,我冷冷说,是啊,就是我把婆婆推倒的。 阿伟拉着我说,让我回去给婆婆好好道个歉。 她说本来我们结婚三年,我都没有怀孕,村里流言蜚语,婆婆她们压力已经很大了。 我在这样做,更伤婆婆的心。 阿伟的话像一盆凉水泼在我身上,这个家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。 我一气之下,就跟阿伟离了婚,跑到了深圳打工去了。 去深圳第三天,我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。 我悲喜交加,医生说我的这个身体如果这次不要孩子,可能会终身不孕。 于是我决定把孩子留下来。 我激动地打电话给阿伟,阿伟接到电话也很激动,问我在哪里。 她去找我,让我给婆婆道个歉,我们还是一家人,好好在一起过日子。 听见阿伟这样说,我伤心地挂掉了电话。 继续上班挣钱,直到后面肚子大了,老板都担心出问题,劝我回家,我才回家去生孩子。 谁料父母,弟弟见我大了肚子回去,骂了我半天,赶我走。 最后还是奶奶不忍心,收留了我。 这样儿子刚生下来满月不久,我就把他交给奶奶帮我带,我去深圳打工挣奶粉钱。 后来,阿伟也找到过我,但是我实在不能原谅他帮婆婆不帮我,我隐瞒了儿子的事情。 再后来,阿伟就再也没有来过,等后来儿子长大一点。 天天问爸爸的时候,我也动心过再和阿伟复合,可是那时候阿伟已经结婚生子了。 这些年来,我一个女人拉扯大儿子的心酸和辛苦,是外人不能理解的。 无论外人对我怎么样误解,我吃多少苦都不怕。 但是,每当想起儿子这些年没有爸爸陪在身边,我就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 当时,我不应该擅自做决定,让儿子在同学们没爹的嘲笑中长大。 从思绪中回到现实,男主人高峰见我半会没有作声,低声说了一句,他和女主人打算离婚了,女主人已经预约好了离婚登记。 男主人高峰的话,吓得我一跳。 平时里看他和女主人关系也还不错呀,最近在家里也没有见他们吵架,怎么就要离婚了? 可能看到我惊讶的表情,男主人说,其实女主人和他闹离婚已经很久,不过都是在店里,因为在家里怕孩子听见不好。 听见男主人这么说,我激动地说,是啊,父母吵架孩子都会不开心,父母离婚孩子更加受不了,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 男主人落寞地说,现在两个女儿都乖巧可爱,其实她也不想离婚,但是女主人坚决要离婚。 我知道,女人坚决要离婚,不是伤透了心,就是试探男人的心。 我问男主人,方便讲是啥原因吗? 听男主人讲了半天,我终于懂了。 原来又是老生常谈的故事。 当年男主人和女主人结婚以后,多年也只生下两个女儿,婆婆一直对女主人意见很大。 女主人生两个女儿,婆婆都没有来照顾一天,都是女主人的妈来照顾月子的。 那时候,他们的生意也才刚起步,男主人天天在外跑,全是女主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的。 这些年,随着他们生意越来越大,男主人妈想抱孙子的心就更加强烈。 不过之前三胎没有开放,她妈也只能偷偷在心里想想。 现在国家开放三胎,她妈就经常给她打电话,让女主人再生个儿子。 昨天,她妈居然直接找到他们店里,让女主人赶紧生一个。 女主人今年四十五岁了,生孩子风险很大,一口回绝了,说要生婆婆自己生去,反正她不生。 男主人的妈一下子被激怒了,说要是女主人坚持不生,就得和男主人离婚。 女主人也是一气之下,就答应离婚,今天就带着小女儿回娘家不回来了。 男主人刚才打电话给女主人,女主人说她不会回来了,已经网上预约了离婚,时间到了,就民政局见。 我叹息一声,问男主人,她心里怎么想。 男主人激动地说,她当然不想离婚啊,她和女主人结婚二十年,同甘共苦。 两个女儿如今长大了,也懂事乖巧。 我说,既然这样,为什么你在老婆和妈发生矛盾的时候,不表明立场? 男主人说,她是觉得妈年纪大了,当年爸走得早,妈一个人拉着大他们兄妹三个很不容易,又有高血压,她气坏了老人家。 我呵呵呵一笑,说,如果她真的不想离婚,就跟她妈和老婆当面表明态度,表明自己坚决不离婚,可以多以她老婆的名义多给老太太买东西,多送两个女儿回去跟老太太待待在一起。 男主人说,就这样吗? 我说对啊,就这样,本来也不是多复杂的事情。 三天后,女主人带着小女儿回来了,恰好大女儿周末也从大学回来了。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决定外出吃饭,很开心地叫我一起去。 我笑着摆摆手,我就不去打扰他们一家人了,女主人对我意味深长了一笑。 年底的时候,在我回家前,男主人给我一个鼓鼓的红包,说是过节红包。 我摸着,这也太厚了,我怎么也不好意思咬。 女主人笑着说,小张,你就收下吧。 多亏了你,我们家才有如今的幸福。 我最后坚持只拿了两千的红包,毕竟真的能让他们家幸福的是他们自己。 我这个外人只是建议,如果男主人不愿意那样做,也是白大。 其实,一个家庭幸福很简单,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坚定的立场,不能想着或悉尼,或者事不关己逃避对待。 女人也不要一时冲突,轻易提离婚。 毕竟有了孩子,我们就要三思而后行。 是的。 声音ędzie